我想問關於骨丹的天氣 尤其是如果是拆秋那段時間 因為你明明是在網上拆秋的時間 早晚的天氣是怎樣 其實一年四季很多天氣是怎樣 問天氣 尤其是拆秋時間的天氣 和早晚一年四季的天氣是怎樣 很多時候你來請 結果是一年四季都去過的 真的嗎?你問得好這問題 早晚溫測真是大 就算是夏天也好 人口就可以曬到三十多度 冬天也可以曬到三十多度 晚上就變成夏天也只剩十多度 冬天就更加明夏 春夏秋冬經常見到 剛才不是有一些旺季淡季的 其實真的 三至五月春季 八至八月夏季 九十一秋 然後十二至二就是冬天 冬天的時候 剛剛十二月去月 剛才也見到下雪 真的會落起雪上禮 那時候也是可以零下的 但就跟天氣來說 例如六至八月 都是雨季 幸好我自己 或者我的網友 都沒有回到六大宇 到不能夠行程 通常拆秋 剛才介紹的兩個 排桌秋和停泊秋 過月份 就在北丹的旺季裡 因爲 天氣 那是幾好 幾二人 我曾經去排桌秋 四月中 我那天坐在衣服的斜頂 薄關下來 曬得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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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建議大家去北丹女 穿衣服 陽衝色 可以面脫一面脫 因為你自己是一輛車 脫了便宜在車上 所以就戴避一些 不脫意脫的衣服 夏天是真的夏天 天氣是真夏天 所以可以穿香港 夏天衣服 不過晚上出門 都會長生長褲 所以我建議如果夏天去 尤其晚上都會衝進一些 去飯堂吃飯 都要穿長生長褲 會比較蠢